近年來隨著沙塵暴 蠻害及工業廢棄等空氣污染所產生的PM2.5懸浮為例增加 造成國人健康亮起紅燈 而桃園大眾捷運公司透過在全線車站布設智慧空氣盒子 並運用物聯網科技 隨時監控空氣品質 要替旅客健康來把關 我們在21個車站 我們都有裝設 那主要我們是去偵測PM2.5 我們利用的技術大概是用IOT的一個技術 我們在車站端有裝設一個Sensor 也就是空氣盒子 那利用4G的網路 那我們會把各車站偵測到的一個數值 會回傳到我們的行空中心 那在行空中心這邊 我們會有一個監控的畫面 那一旦某一個車站它超標的話 那它就會有一個提醒的作用 桃園機場捷運全線共有21個車站 而目前地下車站在桃園捷運公司的監控之下 空氣品質皆符合標準 至於室外車站如果空氣品質不良 桃園公司也會透過空氣盒子及物聯網科技 即時提醒民眾做好適當的防護 地下車站的部分 它是屬於一個室內的空間 那依照環保署相關法規的規定 那它整個PM2.5的一個標準只要在35以下 那桃園公司六個地下車站 那我們裝設的空氣盒子監測起來都在10以內 那另外公司自己裝設的空氣品質主要是針對PM2.5 那從AQI的指換算到PM2.5的數值 那大概是在55這一個標準 那也就是說一旦高價車站的PM2.5 政策上超過55 那公司這邊就會用跑馬或廣播來提醒旅客配胎口罩 以維護旅客的一個健康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陶傑公司除了全線設置紅外線熱顯像儀 並加強車站清潔消毒以外 如今隨著疫情趨緩 陶傑公司更針對在內PM2.5進行隨時監控 希望要藉此優化旅客搭乘捷運時的空氣品質 記者王中均團一報導